大家好,我是洛桑玉防疫學集團的蔡佳淳、蔡醫師 今天再次邀請到我們的正在說健康的正藥師 來一起我們的食藥同源二人組 正藥師,我們想要今天來討論一個對我們女生都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個營養的元素 真的,就是鐵 沒錯,鐵質 為什麼對女生很重要呢? 女生其實我們會有驚奇的影響 所以像現在冬天的時候 有一些女生可能覺得手腳冰冷 或者是你有彎腰下去 然後再站起來的時候 你就頭暈目眩,眼前一片白 其實有時候如果遇到這個情況 我們就要來想想看 你的鐵是不是不夠了 沒錯,而且其實不要說只有女生 其實我覺得所有的有在活動的這個活著的人 鐵質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元素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血,你知道我們的紅血球裡面非常重要 就是依靠這個鐵離子 來去幫助我們攜帶氧氣 然後運送我們全身所有的血液 它可以說是我們血攜帶氧氣的這個核心最重要的元素 所以說呢,如果你身體缺乏鐵質的話 也很容易會出現一些莫名其妙的症狀 對呀 譬如說剛剛因為你血 它的血氧不足 所以你就很容易就是很疲倦 對 很嗜碎 或者是很腦霧這樣子 對 然後覺得整天都提不起精神 沒錯 而且你還會很容易掉頭髮 對呀 它跟我們的那個皮膚 還有我們的頭髮 指甲的健康 都很有關係 對,而且你會面無血色 整個就是非常的蒼白 尤其是如果你想要被孕的 你如果含血量不足 你也很難懷孕的出來 這個也是很多人 現在很多人有不孕的問題 對呀 所以可能跟他們潛在的缺乏鐵質 這些營養素是有關係的 對 或者是你晚上就是 腿部很不凝 就是叫做不凝腿症狀 容易半夜像抽筋 對 所以這也都是跟鐵油關係 我以前以為那是跟那個 缺鈣啊缺鎂比較有關係 其實跟缺鐵質也很有關係 也是很有關係的 對 那所以呢 就是 如果有鐵的話呢 就可以幫你這個美麗 重新打造 而且身體會充滿了元氣 對 然後紅紅潤潤的這樣子 對啊 所以你知道 其實我們有時候在看啊 來到我們門診諮詢 治癒神經失調的患者 有時候問一問下來 其實他都不是真的 所謂的治癒神經失調 他有時候可能真的只是 身體的某些原諒的素缺乏 導致於他的一些代謝啦 身體的機能 沒辦法正常運作 對啊 我們缺營養素 直接補營養素 就可以直接補掉這個問題 沒錯 那今天為什麼想要跟大家介紹這個鐵呢 因為其實像我們有很多的患者 他們其實本身是吃素的 蔬食的 那現在其實大家對於健康的意識越越抬頭 那也很多人不敢吃 像牛肉啊 或者是說 補血這塊的東西就是吃血補血 沒錯 所以吃豬血 壓血這種東西其實補的鐵 你自己身體其實吸收效率很快 可是不是每個人都敢吃啊 對啊對啊 所以其實我們就可以用一些 如果是不敢吃動物性的 我們還是有一些食物性的替代方案這樣子 但是有幾個小撇步 可以讓你食物性的鐵 吸收快三倍 對對因為我之前有聽說 就是植物性的鐵 好像因為它那個二架鐵三架鐵的關係 所以我們身體的 元素吸收是比較不容易的嗎 對啊 因為像剛才蔡醫師講到就是 吃血補血這件事 或者是吃牛肉啊 或者是吃羊肉豬肉 這種紅肉的部分啊 它因為是二架鐵 所以它比較好吸收 那如果是吃蔬菜類的部分呢 它會稍微難吸收一點 但是你如果搭配維生素C的話 就可以讓你的吸收率快三倍 我聽到關鍵字 要搭配維生素C是不是 而且呢 它這個補鐵 還有一個趨吉避凶的法則 是 怎麼說 就是啊 因為像蔬菜性的裡面 很常出現就是 丹寧酸啊 或者是植酸草酸 會影響我們這個營養素的吸收 會影響鐵質的吸收 所以在做這些菜之前呢 最好先汆燙 讓這個要避凶 讓它這些影響吸收的物質 先讓它流掉 然後我們就可以直接補充我們的鐵進去 然後吃完之後 我們再補充維生素C進去的水果啦 或者是果汁 就是一個很棒的吸鐵高手 嗯 吸鐵高手 對 所以其實很多人以前都流行想說 我吃蔬菜要完整攝取它的營養素 是不是生吃比較好 其實後來發現不一定喔 你生吃的時候很多植物當中的 天然的一些有機酸或是植酸 它反而會去阻擋這些礦物質啊 還有某些營養成分被我們人體所吸收 所以很多東西其實要煮過 而且用適當的方式烹調 才能夠幫你的身體吸收更多好的這個營養成分喔 那這樣是我們每天啊 該吃多少的鐵才有符合我們一日的需求呢 好喔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國人膳食營養參考攝取量 每日鐵建議攝取量啊 其實它有分年齡的喔 譬如說呢 像我們小朋友的話呢 1到9歲 就是每天要攝取10毫克 那如果像女生啊 其實我們很好記 就是女生已經進入了生育期的話 12歲到50歲呢 是每天15毫克 那女生的話 50歲以上又回到了10毫克的部分 那男生的部分呢 1到9歲一樣是10毫克 然後因為青春期啊 我們就是發育比較需要這些鐵的元素 然後讓它帶氧量比較高一點 那所以會需要補充到15毫克 那年長以後呢 就可以回復到10毫克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要補充的就是媽媽的部分 如果你有準備懷孕啊 懷孕啊 或者是在哺乳的期間 其實呢 我們第一孕期跟第二孕期 每天都是15毫克 那如果是因為進入到第三孕期 其實孩子 胎兒會在媽媽身體裡面 組織自己的造血一個細胞的系統 所以那時候他會儲存他的鐵 到他自己的身體裡面來 所以媽媽這邊一定要補足 一天要45毫克 哇45 對 然後還有哺乳期的媽媽 也是要補充到45毫克 所以聽起來啊 除了我們在懷孕的最後 以及哺乳 就是在生於新生兒這個階段 一天要到45毫克以外 其實大概都介於10到15毫克 那不論是大人小孩 或是老人都是一樣的 對 那我們現在就來 以這些台灣在菜市場 我們每天都可以看得到 買得到的這些蔬菜來介紹 到底要吃到多少的量 才有符合我們一天的鐵質需求呢 那今天我準備了幾個蔬菜 首先這個是我們知道的這個 紅餡菜 對 紅餡菜大家都知道啊 是補鐵非常好的蔬菜的來源 那他這樣子一份啊 100公克 其實100公克不多 大概就這樣子一把 一小把喔 而且他煮熟之後又會收縮嘛 對 煮完之後大概就是你的那個 一般的吃飯的飯碗的一碗 這樣子 100公克的這個紅餡菜 他就可以幫你補足 8到9克的這個鐵質的需求 意思是說如果今天我家的小朋友啊 就是兒童期好了 或是我們一般大人 沒有正在經期的這個階段 一天10克 這個就8到9毫克的這個鐵質了耶 欸 那其實我一天吃一碗這個 再加上一些其他利口的東西 其實就夠了耶 欸 有一點我們要想一下喔 因為剛剛有講到 如果是三架鐵 就是植物性的鐵的部分呢 他吸收率只有5% 對 所以他如果吸收率5%的情況下 我們這樣換算下來 我們可能要多吃個幾把 嗯 所以剛剛的鐵質攝取量是指 還沒有包含到吸收率的部分對不對 對對對 就實際我們每天要吃進去 也是10到15 對 OK 所以光吃這個一把是不夠的 大家不要掉以輕心 但是呢 你看呢 我們從鐵質含量最高的這個紅餡菜 然後每100公克含有大概8到9毫克的鐵 那這個餡菜就是一般的白餡菜啊 大家比較喜歡吃這個 因為有時候他口感比較細緻比較甜 這個的話100公克大概含有大概5毫克的這個鐵質 然後這個紅鳳菜 大家知道紅鳳菜不要以為他看起來紅紅的 就感覺他跟紅餡菜是一樣的很豐富的鐵 其實他的鐵質含量只有這個大概一半 大概只有4毫克 對啊 所以紅色不一定是補鐵啊 它是質化素的關係喔 對 那甚至於像現在冬天啊 其實這幾個蔬菜都是屬於比較夏天容易買得到的蔬菜 冬天大家最常吃到的像銅蒿或是這個山銅蒿 山銅蒿它其實每100公克也將近有4毫克的這個鐵質 其實跟紅餡菜是一樣的喔 所以大家冬天的時候可以多吃一點像山銅蒿這樣的蔬菜 可以幫自己身體 可以每天每天都儲存更多的鐵質 對啊 那除了這些蔬菜 說實在的話蔬菜 你如果單純只看它的鐵含量 你會覺得說啊 那我要怎麼吃才可以吃得夠啊 其實不要擔心我們還有很多就是食材可以下去幫忙補充 首先是要介紹這個 海帶 海帶牙 你就看起來很像茶葉有沒有 可能會有人以為我今天拿出來是什麼茶葉烏龍茶 不是喔 這是海帶牙 就是我們在吃那種日式的那個海太蛋花湯啊 或者是味噌湯裡面會有的海帶牙 其實這種海帶牙每100公克裡面啊高達了28毫克的鐵喔 所以它其實只要一小小撮就可以幫助你補著 甚至於像這麼蔬菜一大把的那個鐵質喔 然後還有像這個黑芝麻 大家想說黑芝麻白芝麻有沒有差別啊 雖然都是芝麻 但是黑芝麻的鐵質含量比白芝麻還要豐富非常多 大概將近快到兩倍到三倍的這個鐵質含量 這個100公克也有補充到快要22毫克的鐵 所以大家吃飯啊 如果你是比較容易缺鐵的人 吃飯吃菜三補食什麼他們都給他灑一點 每天就無形中就吃到了很多的這個黑芝麻的這個鐵了 那還要再跟大家多介紹兩個有趣的食材 首先這個這個是雞松茸 大家知道過去我們會講說像香菇啊 這類的菇類的東西它其實看起來是黑色的嘛 所以黑色的話理論上應該是礦物質外還很豐富 那其實在所有的菇類當中 我們又有菇類的裡面的國王跟皇后 就是營養含量最高的 分別就是這個叫做雞松茸 然後也有人叫它巴西蘑菇 現在在台灣也有人在栽種 然後所以你可以買到乾燥的也可以買到新鮮的 它這個鐵質含量啊 每100公克裡面將近有10毫克的鐵質喔 而且它有非常特別的一個香味 這個拿來煮湯啊 或是你把它當作一般的香菇 用在你的料理裡面都非常的好 然後還有一個這個 可以當下午茶來喝啊 你看這是什麼 很香的這個 薄荷 對這就是大家很熟知的這個香草植物薄荷 像我家陽台就有種這個 那薄荷啊過去都知道說 它其實只能拿來泡茶花草茶什麼的 其實現在啊有非常多的人把它拿來入菜喔 而且它的鐵質含量非常的豐富 它100公克的這個薄荷裡面就含有高達的也是10毫克的這個鐵質 遠遠打趴這些紅鳳菜啊 這些線菜啊紅線菜的東西喔 所以像薄荷呢現在也很多人會把它拿來煮成雞湯 或是把它拿來就是煎蛋啊 成為一種像是 蔬菜的一種替代的一個食材 所以今天跟大家介紹這些就是 蔬食的這個蔬菜啊 然後蔬食常見的這個補鐵的來源 那其實還有很多我們今天沒有講到 包括說像是皇帝豆 它裡面的鐵質含量也很豐富 然後還有像是那個五穀雜糧類裡面最豐富的 譬如說像是燕麥啊 或是我們平常也可以吃一些糙米啊 然後再灑上一點黑芝麻啊 對還有紅藜 對 這些都是屬於在五穀雜糧每天都要吃飯嘛 那你怎麼樣可以讓每天都要吃的飯裡面 都可以多一點多一點這個鐵質的攝取 就可以多選擇剛剛正耀師說的啊 像糙米啊對不對 然後還有像剛剛說的燕麥啊 然後還有像藝人 然後紅藜 這些都是很棒的可以加在你的飯裡面 一起煮的五穀雜糧的這個鐵質的來源 對啊 所以千萬不要人家說要補鐵 你就一直說要吃葡萄啊 吃蘋果啊 哇櫻桃啊 對你知道嗎 我們去看一下營養圖鑑啊 其實櫻桃是最少的 它只有0.2而已 對100公克裡面只有0.2毫克的鐵 就是遠遠不足你吃到這些就是很紮紮實實的蔬菜 連像那個 葡萄 對 0.8 你知道嗎 我剛有算過 你如果一天要吃到你該攝取的鐵質 你要吃75顆的葡萄 超可怕的 75顆很多串 你可能先糖尿病 如果從水果攝取鐵質 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你糖分可能會攝取過多 對 所以說其實在這個蔬菜以外的話其實還有一個聰明的選擇是果乾啊 對因為像我們很多客戶啊他會去爬山然後去爬山長輩對不對 對長輩去爬山他們很聰明喔像一般我們年輕人去爬山我們都帶什麼 然後帶巧克力 因為它高熱量然後又覺得很療癒這樣子 欸有一次呢我就帶我們客戶去爬山結果呢他就從他的包包裡面掏出一個東西就是黑棗 黑棗乾嗎 對黑棗乾然後紅棗乾這樣子 因為呢他就是第一個攝帶方面糖分夠然後再來就是補鐵量也夠 因為他爬山有時候到高海拔的地方會很需要血氧的問題嘛對不對 那如果呢你可以補鐵的話 欸你的紅血球帶血的氧量就會增加然後你血流速也會增加然後他也會泡茶然後紅棗乾丟下去 或者是再加一點枸杞然後又可以讓你明亮眼睛這樣子 所以他們都是一個很好的高鐵的水果乾的選擇 對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從水果啊裡面去攝取到鐵質的話 可能要以果乾才能夠吃到比較足夠的劑量 那像堅果也是啊堅果今天我們介紹了芝麻 那其他的堅果腰果啦葵瓜籽啦南瓜籽 對這些也都是屬於鐵質含量比較高的 但是有一個我覺得比較有爭議的像花生啊 花生有些人認為說它鐵質含量很高 可是這就會回過頭來囉 今天我們吃鐵質豐富的東西是希望補充我們的元氣 但有時候啊吃太多的時候就像很像我們牛肉 或者是說我們肉類吃太多的時候 雖然補了很多的鐵力就像精神體力要很好 可是當你吃了太多這些東西有時候會有一個副作用 容易燒熱上火然後容易讓自己的身體會反而變得有點發炎的傾向 對啊所以其實在營養學裡面他們講求的就是一個均衡飲食 我們每個都來一點然後我們選擇我們需要補充營養素 找這些比較高含量的比較安全 然後又比較均衡的食物當作你的鐵質的來源 所以有時候啊補充鐵質不要只迷思在那個就是劑量的高低 就像那個鎮藥師的這個德式的養生 對其實恰到好處跟那個平衡才是最重要的 持續恰到好處每天都有在補充 這才是最重要的重點 那講到這個補鐵還有一個我們剛剛有講到要趨吉避兇嘛 欸兇還有一個東西大家如果吃完飯最喜歡做什麼呢 喝茶喝茶喝咖啡飯後都要來一杯 對茶裡面就含有丹寧酸丹寧酸也會影響鐵的吸收 蛤什麼 對那紅茶紅紅的不是很普嗎 欸 哈哈哈哈 其實沒有啦我講笑話 對真的是一個互屈 互屈 所以這個我們茶啦咖啡啦這都要間隔兩小時之後再來喝 好那所以我們去餐廳吃飯飯後喝一杯茶 反而是讓我的鐵質沒有辦法進到身體裡 所以我們這個要避兇這樣子 所以要跟我們的朋友先聊天話聊一下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要來進行兩小時之後再來喝下午茶 對 我知道了飯後就會薄荷茶好了 欸也可以很棒的選擇 就可以促進你的這個鐵質吸收 而且它這種香氣啊讓你就可以穩定你的神經 自律神經又比較穩定這樣子 沒錯沒錯 然後其實我們在臨床的時候也會常遇到說 欸那如果我就是吃鐵的話有沒有什麼要避開的保健食品 有一個東西 吃什麼 鈣質 不是鐵跟鈣都很重要都會一起補嗎 這真的是不行啊 因為我們在腸道裡面啊 鈣跟鐵的吸收他們會互相競爭耶 你看這個是不是內行人才會告訴你的重要的消息 對啊所以你知道市面上有的在賣什麼高鐵高鈣的奶粉啊 牛奶啊這種可能 那所以都喝辛酸的嗎 欸就是互相競爭 哇那很多時候可能我喝了一杯結果只吸收了半杯的營養 對所以其實我們在建議的時候如果高鈣的這些產品的話 可能也要跟茶一樣要間隔兩小時 嗯或者是說我們可以把你每天早餐午餐 因為我們會吃三餐嘛 中間還有點心水果什麼的 你可以把高鐵跟高鈣的食物分配在不同的餐裡面 譬如說你早餐如果喝了牛奶 來攝取鈣質 對那你中餐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改以鐵質豐富的食物來去讓你的身體每個東西都吃得到 都吸收得很好 真的 所以要聰明的配置跟你的財產一樣 哦對財富配置 對營養素的配置 這也很重要哦 那接下來我們就為大家示範今天的豐富鐵質的這個菜單吧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運用我們這個含鐵亮第一名的這個蔬菜 紅餡菜以及餡菜 來做一個非常家常的台式的補鐵料理 對那步驟很簡單 我們先把餡菜先洗乾淨 然後切成小塊小塊方便入口的大小 然後我們把香菇泡軟了之後呢 把它切成小丁 然後以及這個薑末 然後另外準備鹽巴黑芝麻米酒 還有芝麻油以及白醬油的部分 那首先呢我們先起鍋 然後我會先在鍋子裡面裝入熱水 然後還有滴幾滴這個橄欖油進去 那先用汆燙的方式把這個紅餡菜先稍微過個水 對其實啊我們平常煮菜也可以用一個很棒叫做水炒 的這個料理的方式 那它可以減去平常我們高溫那個炒青菜可能造成的油煙啊 然後還有一些高溫可能容易燒焦啊 這些自來物質 那做法就是我們在這個炒菜的鍋子裡面一開始就加入熱水 然後跟適量我們想要調味的這個好的食用油 對那等到它加熱到一個大概快要滾的 接近100度的這個水溫的時候 你會看到這個水面上面的油花開始在跑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準備把蔬菜放進去了 那今天呢因為我們剛好很幸運的在菜市場買到了餡菜 又買到了紅餡菜 那這兩個呢我們就加在一起一起煮啦 好稍微汆燙可以之後呢把熱水倒掉 那我們剛剛稍微汆燙過的這個餡菜啊 我們現在要準備來做第二回的這個炒香的動作 除了開中火 然後用少少的一點的麻油 加入薑末 加入香菇 稍微炒出一點香氣 有聞到那個麻油的冬天的那個味道 素食的麻油雞的味道 對 因為香菇就是本身就是一個很香的食材 好然後不要炒到太焦哦 我們差不多這個時候就可以把我們的餡菜放下去拌炒 哇哦 加一點點的 提味的嗎 對 增加香氣的米酒 因為剛剛我們菜已經燙過了 所以其實要 只是要增加它的那個香氣而已啦 那我們現在來把我們的調味料 加一點 炒出香氣之後 然後我們調味都完成 我們就可以起鍋囉 哇 真的是超香的耶 嗯很香 其實吃起來跟 其實吃起來跟我們以前吃的那個 餡菜跟那個味道不太一樣對不對 真的 那吃起來絕對有很補的感覺 很溫暖 它真的有就是補到生裡面去的感覺 嗯 你的香氣很足 嗯 有香菇的香氣 然後米酒的香氣 然後這個青菜本身的那個 不會因為沒有雞在裡面就失去這個香氣耶 哦 對你不會覺得在吃素食喔 真的 好好吃喔 所以這道料理呢也推薦給大家 用這個很容易取得的 現菜跟紅鮮菜的食材 來做一個非常簡單的家常菜 今天很開心要請到這道師 來跟我們聊聊關於這個鐵質的重要的問題 祝大家都成為 西鐵達人 華麗 爺 你